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新時代的負責人 謝士誠Hank來接受商榜 Hank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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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Hank 當初是什麼樣的一個起情動念 讓你想要自己出來創業 當初是在飯店工作 連鎖飯店工作 然後那時候想說 自己對於餐飲的理解跟餐飲的呈現方式 食物呈現的方式跟業界上的大家有所落差 就是有可能像是 簡單舉個例子早期 台灣的餐飲文化可能就是大家都是大家庭 可能一生就是十幾個二十個人 然後大家去吃餐廳 拿出來的東西可能是大魚大肉 可能東坡就是一整大塊這樣子 但現階段台灣的餐飲文化可能 不合那個時代潮流 就是大家可能都是走精緻化簡單小塊小塊 為出發點為路線 然後可能餐飲文化就是 飲食文化上你也會以健康為原則 那就是這些餐飲呈現方式 可能跟業界的大家有所落差 可能大家還是普遍覺得說 以吃好吃為原則 但是我的看法是好吃是必然的 但是好看跟你料理呈現出來的方式 要讓人家賞心悅目 我覺得這就是要色香味都要做到聚選 我覺得這樣才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可是就是呈現方式跟封條的手法 可能跟業界的大家有所落差 所以我才會導致我自己想要自己出來創業的這個念頭 然後一方面是讓市場看看說我的東西 跟我這個理念 市場接不接受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我想要透過餐車這個方式 讓我跟客人更能夠近距離的接觸 不單單只是說我是一個廚師 我做菜給你吃 然後你只是吃到這道菜而已 而是希望能夠透過 我做出來的菜跟我的客人之間有一個溝通的管道 一個媒介 讓他知道說 這道菜默默 這道菜做好 背後有一個廚師媽媽默默的付出 然後我可以直接更直接的跟客人進去的接觸說 他能夠得到他的回饋說 這個東西很好吃 或者這個東西怎麼樣怎麼樣 或者他問我說 這個東西是怎麼做的 我能夠更直接的跟他說 就像飯店有時候會請一些師傅出來跟大家說菜一樣 說明說這道菜怎麼做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讓這道菜吃起來的客人 會感受到更有溫度的存在 是 出發點是這樣子 我懂 等於說第一個你想 因為一般就像你講的 一般你說以前那種傳統 當然人那麼多一定要吃飽 他分量一定要大 可是現在小家庭 現在的人講求是健康 對 然後吃巧 吃精緻吃巧 不吃飽 對 吃巧不是吃飽 對對對 實在背景不一樣 對對對對 當然可能你如果在大飯店 那種連鎖的飯店 可能理念上會不一樣 所以你想要出來證明自己的理念 證明自己的看法 其實沒有誰的理念是對或處 就是想要證明自己的想法其實是對的 是可行的 對 可行的 有這個時代是接受的 是 那一方面也是想要 直接了解消費者的想法 對 因為餐車真的是面對面 更直接的接觸消費者 是 不過我比較好奇 因為很簡單 因為你餐車雖然說他比較行動方便 而且成本比較低 很多人創業都會先導致以餐車為主 那時候坦白講 餐車其實也有他的困難 比如說天氣 你們怎麼克服天氣 餐車的困難就是 可能第一個天氣 因為你畢竟不是在室內 你下雨天你沒辦法出車 然後可能天氣太酷熱 你會很難受這些問題 而且可能也不想出來 對 其實最主要原因是 你要看 就是你擺攤一定第一個是想要 第一個是要有客源 但是你餐車這種東西就很 局限在於天氣這個變化的困難上 你假設太冷或者太熱 或者下大雨都不太可能會有客人 就你餐吃天氣因素 第二個是 你餐吃擺攤的地點 人潮嗎 你在人潮過多的地方 你擺攤有可能會被人家檢舉 但是你在 不會被檢舉的地方擺攤 但是未必會有人潮 所以這個就需要動一點頭腦跟巧思去 去找地方擺攤 我覺得涉攤的地點很重要 然後再來是 比較幸運的是現在 有跟餐車俱樂部合作 就是他們會去協調一些 早餐店的門口 或者是私人用的土地 就是擺起來會更合法一點 比較不會像支點擺路邊 可能像過街老鼠人喊打一樣 就是一個更正當更 更好的管道能夠去涉攤 那Hank你怎麼去克服天氣的因素 就像你講的 萬一真的下雨你們就不出車嗎 下雨的話還是要看營業額 假設今天訂單夠多的話 我還是一樣會出車 可能就是真的就是 拉防水布之類的 那太熱呢 太熱 太熱 你們有辦法解決嗎 太熱這件事情 你們自己太熱 其實普遍 其實我擺攤的時間普遍是晚上 就是下午4點到晚上7、8點 所以其實你要說太熱的話 其實倒是也還好 而且時間算是很短暫 都還是能夠接受 因為我本身就是做廚房出來的 你要說耐熱程度 其實也有一定的程度在 那除了天氣的因素 那自己心理的層面 因為我坦白說 你們參車不可能每天聲音都很好 一定會遇到可能聲音很好 也有可能聲音很不好的 那你怎麼去克服那個心理的 那個失落感跟挫折感 克服心理的失落感 其實我覺得自己的心態要調適得很好 就是剛開始創業的時候 擺攤 第一個你的品牌 還不受到大家的知道 就是大家市場還不知道你的東西 還不認識你的前提 你可能擺攤的話就會看到 就會有一個情況就是 別人生意很好 但是你一個生意 一個客人都沒有的情況下 你會很有失落感 但是我覺得我的想法跟現在是 與其我在那邊失落 不如我花更多的時間 把那個失落感收起來 花更多的心意去 怎麼去做才能做到跟人家一樣 然後我要怎麼去做 才可以讓我的品牌 讓更多人能知道 讓它更快的步入軌道 我覺得這個才是我 更需要花時間去琢磨的 而不是一直在無限循環說 我到底是多失落 我到底要怎麼辦 我的產品是什麼 要有一個幹積極幹正面的態度去 面對它 應該說你創業你當老闆 你就是要有正面積極的心態 對 你不能有消極 因為一消極你就會陷在那個情緒裡面 爬不出來 你反而就沒有辦法往前走 對啊 不過那Hank 你初期 你是用什麼方式讓大家認識 心持在這個品牌 所以當初 就是設一些粉絲專業 IG或者Facebook這些 能夠曝光自己的品牌的 自... 個人化社群 自媒體嗎 對 不是不是自媒體 是社群 社群 用社群軟體 你要在上面設一個你自己的粉絲專業 然後 再來你可能假設我今天去到某個地方擺攤 我就去當地的在地人社團 就可能台中人或者什麼人 加入那種社團 然後我會去那邊分享我的粉絲專業 然後跟我今天會在這個地方擺攤 的資訊給大家 然後久了久了 然後就會有一些 固定的客源 就是你的粉絲專業 就是這樣一點一滴的慢慢的建立起來 就是慢慢累積口碑就對了 再加上 可能後續就是接觸到了一些擺市集的召集人 然後可能會去擺一些市集 然後參加一些活動 音樂季什麼的 然後參加這些活動 慢慢的慢慢的 你就會一步一步的讓更多的人知道 就是你們去擺市集 可能就認識擺市集的攤友了 那下次大家如果有再當市集的資訊 大家會互相分享 我那時候在想說 我要怎麼讓更多人 馬上知道我的東西的時候 我的前提下 我是其實我是擺攤的時候 我是設定就是以曝光度為優先 我不會考量到我這個東西去擺這個地方 會不會有盈利 我不會把盈利擺在第一優先 我會想說假設今天有市集的話 我就先去擺市集 第一個先讓大家認識我 第二個是認識更多業界的同好 能夠知道更多的資訊 擺市集的資訊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你就要慢慢慢慢累積起來 對 一定要累積客員跟你累積你的人脈 是 對 那你們新時代這個品牌 最當初的經營理念是什麼 最當初的經營理念 我們是希望 你在路邊也可以買到 五星級飯店的料理 不單單只是說我是路邊攤 你就有一個基地理想說路邊攤 大概就是那樣子 我是希望大家能夠說 就是說買路邊攤 雖然我是擺路邊攤 但是我希望能夠呈現的是 有五星級飯店的水準的東西給大家 哦 是 等於說平價的五星級料理 對對對 我用一個平價的方式 來讓客人回饋給客人的東西 是一個不平凡的東西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是是是 應該是說你也想要打破大家對那種 餐車的 你既定一下 因為很多人覺得 擺餐車擺市 那個一定都很便宜 一定都不好吃 一定都很廉價 但是其實你要讓大家看到的是 其實評價也有五星級的水準 就是既然要做 我覺得做料理這塊 就是把它用心做到好 做到最好 對 那Hank 那你們新時代是 你們是以賣什麼為主 我們是以賣炒飯為主 哦 那你的炒飯有什麼特色 炒飯有什麼特色嗎 其實就是 就是以我自己的喜歡吃的為原則啊 第一個我不喜歡就是可能炒飯裡面 像一般你在外面買可能會有三色豆啊 對沒錯我們最不喜歡三色豆 然後或者是可能吃到可能會太油啊 你吃完炒飯之後底下盒子會有一層油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在做的時候我就希望說做到說 我的炒飯吃起來不油膩 然後二來是我不希望放三色豆 我就是只有放簡單的蔥花跟洋蔥丁而已 對還有一些紅蘿蔔 但是紅蘿蔔丁我把它切得很細很細很細 哦是 所以它就是單純只是一個襯托顏色的東西 也不會說你在吃三色豆丁就是整塊這樣子 對 那你的炒飯除了比較乾爽之外 那還有什麼特色 我還有搭配一些炸物 哦炸物 就是讓它整個更豐富一點 我不單 因為有時候你吃炒飯吃久了太單調了 你需要搭配一些東西去襯托它 是 我覺得一個好吃的東西你需要 然後用好幾個味道去堆疊出來 哦是是是 你可能今天旁邊放個炸物啊 然後炸物再去沾一點酸酸甜甜的醬 對啊 那那些醬也是你們自己做 醬也是我們自己做的 哦所以等於是從頭到尾 就是飯啊什麼都是你自己來 對對對 所有的時代都是你自己 哦是 好那你們新時代這個品牌 有沒有未來的一個更長遠的計畫 更長遠的計畫 嗯 之後還是打算以開店面為原則 哦 然後餐車還是會繼續做 哦 餐車還是會有 還是會繼續做 希望兩者能夠兼具 這是最理想的狀態下 希望 期許自己 嗯 是 那你的店面也是以質疑炒飯為主嗎 還是 店面可能 就會比較多樣化了 店面會 所以應該不會賣炒飯 可能就會炒像另外一個東西去賣 可能會賣 中式的套餐 哦 所以你挑戰場是中式料理 對 它可能中間是可能假設一個三倍計之類的 然後可能旁邊會有一些配菜之類的 就是做成一個set這樣子去呈現 哦 嗯 那新時代的餐車還是會保留 餐車還是會保留 是 還是還是會保留著住就對了 對 希望啦 希望如此 哦 那我好奇啊 因為其實像中式料理會的人可能比較不多 那有沒有想說未來有可能你自己會想要傳 把這種技術傳承下去想要開班啊 想要教人 因為現在外面有很多那種 那個什麼料理的課程 料理的課程 對呀 會嗎 會有這種想法嗎 會有這個想法 但是 應該這樣子說啦 大家如果來問我說這道菜要怎麼做的話 其實我都會跟大家說 對呀 其實我是 怎麼講 是樂於分享的 樂於分享的一個人 對不對 但是我坦白講說 跟教他們怎麼做 那是兩把子的事情 對 就是 其實我最 最希望開的一家電視 我能夠在那邊做 就有點像是半開放式的廚房 就是 回歸到之前 最一開始 你問我說餐車 為什麼會做餐車這塊 就是因為我希望跟客人能夠更直接的接觸 對 我最希望做的是有點像私處那種東西 就是我在那邊做 我能夠一方面做 一方面做 這道料理的過程中 告訴你說 為什麼我要這樣搭配 然後我這樣做的原因是什麼 然後可以呈現到你手上之後 你是怎麼吃會比較 哦 我懂我懂 你的意思說 做菜的概念 你的意思說你的開的餐廳不是說那種 廚房跟隔起來 然後你就在裡面默默煮飯 對對對 我希望是能夠做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能夠讓 廚師跟客人更直接的接觸 哦 他如果好奇想知道這道菜怎麼做 他也可以看 他可以看 然後我可以更直接跟他說 就有點像是你剛才說的 可能去教人家做菜的概念是一樣的 是 這是你未來最想要的樣子 對對對 好 那Hink 那因為坦白講 因為餐車真的成本比較低 比開店的成本低很多 所以很多人創業都會想先以餐車為主 那如果真的他們想用餐車創業的話 你會給他什麼建議 其實餐車 開餐車哦 我覺得 雖然成本低 可是你要考量的是 你要有 天氣因素 考量在裡面 是 第一個你可能下大雨還是什麼颱風天 你不太可能出車 就是跟一般的店面不太一樣 店面你有可能下大雨 你還是一樣可以去 對對對 所以你要考量的點更多 第二個是你要耐得住高溫 因為你不是在房子裡面 你是在外面 你會更直接接觸到客人 然後第三個是 我覺得 你要做餐車的話 做任何吃的都一樣 你要有一個 夠有特色的產品 對 對啊 就是 因為我覺得現在更好可以創業都一樣 因為現在都很競爭 如果你沒有自己獨特的特色 就吸引不了客人 真的真的 因為 不然你說炒飯 很多地方都有啊 對啊 是 你要怎麼把你的產品做到有特色 我覺得這才是成功的關鍵 對 而且我還有一個我覺得心態 就像你講的 欸 你遇到挫折不要怕失敗 然後 比如說 剛初期的那種失落感 嗯 你要可以忍受 對你要忍受 別人生意很好 欸 可是我好像面前都沒有 沒有客人 因為我是 個人創業嘛 就只有我自己一個人 所以有的時候 你要真的很耐得住孤獨 我相信如果假設他會選擇餐車為創業的話 通常都是自己一個人 嗯 那你自己一個人為前提的話 你真的有的時候 你遇到困難的話 沒有任何人可以幫助你 你就只能自己去想辦法解決 對 那解決的過程中 你就只有自己一個人 你要很耐得住孤獨 嗯嗯嗯 對 然後還有就是要有熱忱 然後願意堅持 對 因為品牌需要時間被看見 需要時間去累積的 真的真的 是 對 好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新時代的負責人 謝士誠 Hank 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謝謝Hank的分享 謝謝 謝謝您 謝謝 謝謝